北比登 迪人杰 片场人气王 这么动感的迪人杰没看过吧 由赵佑婷和北比主演的迪人杰前传 《迪人杰之神都龙王》 竟在北京办记者会 《部落花絮》也在会上曝光 前传塔四笔通篇神探迪人杰 年轻个20岁以上 而《BABY》饰演的盈瑞姬 和韩国演员金瓣有亲热戏吗 跟赵佑婷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暧昧 看来些左右逢源哦 迪人杰现场请说欢迎 1 2 3 还好玩因为我是唯一的女生 金瓣 金瓣解释一下 《BABY》在《中文》的 《中文》的《中文》的《中文》 《中文》的《中文》 在《中文》的《中文》的《中文》的 你怎么在《中文》的《中文》的 你怎么在《中文》的《中文》的 你们三位男生同意的 就好吗 我觉得真的是对他 所以 我三个在《中文》的《中文》的 他不在《中文》的 欸 《BABY》不开心 难道是因为敌人杰 不去找刘德华回来演吗 教育度在肩膀刘德华 真的够可吗 你会有容忍跟风味吗 应该怎么回答你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 基本上是两个 我都不担心 而且故事的走法 跟故事的各方面的设计 都不一定的传奇跟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通电地步之后 整个《中文》的《中文》 是一个完全 立体肯定的 连连结构的一个 四个女生 你当时是他担了 从什么特质来下跌 赌注的呢 当时 那男主角压力一定超大的吧 我压力到台 我觉得没办法不俏 比如说因为这部戏 有成了戏的节奏 混掉的形式 跟《中文》的地步不太一样 所以我自己还蛮开心 演出了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在拍《对不起》之前 选角的时候 两位有没有推荐的很高 原来很拎你来参加《对不起》 我们可以来跟电影相关的吗 如果要按赖 你真的想打吗 报告